大家早安 今天的全球現場 我們持續帶你來一句教導師 今天最重要的國際大事 就是美國總統大選的辯論會即將要展開 來看到這次最新的畫面 就是共和黨和民主黨的候選人 川普以及賀錦麗 已經先後抵達到這次辯論會的地點 就是在費城這邊 畫面上你可以看到 就是川普他身穿著黑色的西裝 配著白襯衫 還有他的招牌紅領帶 微笑走出專機和媒體打招呼 看起來狀況非常的良好 另外一頭就是賀錦麗 他是一身全黑的套裝 走下了飛機 然後快速走上了他的專車 前往到辯論會場 兩個人即將在台灣時間稍晚 就是早上的九點鐘 參與這是由美國廣播公司 ABC新聞主辦的總統大選的辯論會 好 這也是兩個人首度同台 來互相交鋒 當然引發了全球之間的關注 不過現在來看到的是 在辯論會場附近 已經聚集了數百名 挺巴勒斯坦的示威者 要進行抗議 警方也不敢大意 加派大批人員助手防止意外會發生 川普以及賀錦麗即將首度同台辯論對決 而且這個地點選得非常的巧妙 它是關鍵的搖擺州重症之一 賓州 這是根據CNN引述CBS 也就是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一個最新的民調指出 雙方其實在賓州這邊的支持度是評分秋色 50%對上50% 但是對於賀錦麗來說 可能是一大警訊 就是勞工階級 目前對於賀錦麗 假如她真的入主白宮之後的經濟前景 是不太樂觀的 可以看到這個民調顯示川普還有賀錦麗在關鍵的七個搖擺州 目前首三個州是平手的 分別是北卡還有喬治亞州以及內華達州 都是各自獲得48%的支持度 另外美國媒體現在綜合了多家的民調平均值 只出現在賀錦麗以及川普的支持度 其實在8月5號的時候出現了黃金交叉 也就是賀錦麗反超川普 不過就在辯論會前夕 目前賀錦麗看起來只有稍稍的一點優勢 只有保有1.3%的小幅領先 當然現在雙方可以說是激戰白熱化 當然辯論的重要性不言可遇 好 川普以及賀錦麗即將在稍晚 就是台灣時間的11號上午的9點鐘 也要進行兩個人首次同台辯論 同時也有可能是在美選正式開始之前的唯一一次 我們中間新聞即將從9點開始為您全程直播 並且報導最新的戰況 而美國總統拜登當然也被媒體問到這一次的辯論 他表示對於賀錦麗相當的有信心 川普以及賀錦麗這一次的辯論是在關鍵的搖擺州 由賀錦麗來舉行辯論規則的部分 川普和CNN的之前跟拜登這一次在CNN的辯論是大致一致的 包括了現場是沒有觀眾 不准帶任何的小鈔以及筆記 而其中的一位辯論者他們獲得發言權的時候 另一個人的麥克風將會是呈現靜音的狀態 就是為了避免這其中有所干擾 好 誰會是下一個美國的總統呢 當然全球都非常的關注 現在普丁就被問到他的看法了 這是在俄羅斯的克里姆林宮的例行記者會上頭 發言人就被媒體問到說 普丁有沒有計劃觀看這場辯論呢 來聽一下他們的說法 其實這個記者在過去也問到一個問題 就是有關於普丁 他曾經形容說 賀錦麗的招牌大笑是非常有渲染力的 而普丁當時就說了 既然拜登也是很挺賀錦麗的 他也會支持賀錦麗 當時這個話題就一度引發了媒體的討論 甚至就連川普都說 他不知道普丁到底是挺賀錦麗 還是在侮辱川普呢 或者是其實是在暗中幫忙他 好 對於投資人最關注的就是 美股的表現呢 就在辯論會的前夕 那今天的美股的週二的表現是如何呢 收盤的時候是漲多跌少的 好 來看到支持道琼 收盤是下挫92.63點或0.23% 收在4736.96點 標普500以及納斯達克分別是小漲0.45% 以及0.84% 費城半導體指數是上揚了1.19% 目前市場最關注的焦點仍舊是聯準會的降息幅度 在週三的消費者物價指數有助於對於聯準會降息路徑的預期 當然外界也非常關注的就是川普以及賀錦麗在辯論會上頭的攻防 以及對於民生物價議題等等的闡述 以上就是這一節全球現場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?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